大家好 我是阿米 欢迎收看看跨境就阿米的阿米秀 每天一分钟为你分析跨境电商最新消息 昨天我跟韩姐我们录了一期节目 回头大家可以在包括出海网 包括亚密出海的这个官网视频和工作号看到的 我们有一个共同的话题 这个跟Jay聊到的说融合 因为我跟Jay跟Michael 我们是有非常强的公贸出口的这样一个 包括在本地的一个行业背景 所以当我们去看跨境就有电商的时候 我们觉得这个是其中我们当时没做完的一部分工作 而今天大流在做的这个出海网 包括亚密出海做的是 多渠道本土化的B2B2C的落地出海的时候 我们就会发现 我可能懂图C 我懂平台 懂亚马逊 可能懂独立战 对吧 你懂独立战 懂内容营销 但是当你做2B的时候 发现这老外怎么脑子那么一板筋的 我那个货那么好 他为什么不帮我去代销呢 为什么 我讲一个真实的案例 就是我们一个温州的卖家 他曾经在问我一个问题是这么说的 我一个产品 我现在进沃尔玛 他邀请我进入沃尔玛 我应该几倍的定价 他问我这个问题 我说你为什么有这个问题 他说因为我想进入线下 我才能真正成为一个本土的品牌 我的线上会更好 我说那你想怎么定价 他说程老师我想问你 我说这个事情 我就应该问J 这个是完全不同的思维模型 思维逻辑 要两者整合在一起 我又要懂工厂 又要懂产品 又要懂运营 我要做2C 然后要2B 我还得懂得跟老外打交道 这个事情好像不对吧 我不应该做那么多事情吧 我不应该做专业分工吗 我就好好的做工厂 给你供货就好了 要么我就专心卖货 你就给我供货就好了 对 我觉得这是一个 如果拿出来到大会上面去讨论 是很难有一个标准答案的一个话题 但是针对不同的人 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是 首先你去审视一下你自身的优劣势 就每个人要去选择的路径 我觉得是取决于这个团队的 我比较看重这个团队基因 因为我最早说我是做投资 进入这个行当 所以我们那时候去投一些团队的时候 是很看重这个团队当中的基因的 比如说我们投跨境电商团队 如果他是做线上的 我一定要看他有没有技术背景 如果他是做品牌的 我一定会去看他有没有线下的背景 当你去做一家企业的时候 你的基因会决定了 你这家企业再遇到 就刚才Michael说的 比如说要你断网的时候 他会不会去断 他会不会去做正确的选择 这跟他本身背景是很有关系的 这是我第一个观点 所以每个人都应该去看一看自身的 第一是创始人的背景 第二是你这个创始的团队 或者说你现在的核心团队 他所具备的多元化的这种能力 包括本土化的能力 我相信后面可能会去讲本土化 就本土化的能力你具不具备 这种文化的隔阂 你能不能把它打消掉 有些东西 团队内部的东西不是AI能解决的 你可以解决外部的 可以用AI的工具 但内部的东西你不能用AI解决 那么第二个是 我们今天去看 我们中国未来品牌出海 因为大部分都处于代工的状态 我对供应链的角度来说 这么多过去的历史上发生的 比如说德国原来也是代工的 后来转成品牌 日本做成代工的 转成品牌 亚洲四小龙也是代工的 做成品牌 哪个模式 就我个人认为 可能是最具参考性 我觉得大家可以去 好好研究一下 台湾地区的这种企业的发展 就你会去看到 今天的台湾企业 第一它一定是经历过代工这个模式 第二 它现在也一定在经历着 一部分代工 一部分品牌 它是如何处理这种关系的 这里面是有很多的 这个文化融合 和它的内部运营的 这个哲学 所以从品牌的终局上面来说 它一定是一个B2B 因为你今天看到 任何一个大的品牌 不会说 我在B2C的这个占比会很高的 不可能 一般来说 B2C占比 差不多也就在20%吧 我觉得是 这已经是顶天的比例了 我们去看 是不是一个品牌已经成熟 就是去看 你这个品牌 能够被多少的 线下的经销商 所认同 并且代理 那我觉得中国整个品牌 接下来要去面对的道路 还至少要经过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就是 你自己的品牌 能否被消费者认知 第二个阶段是 你的品牌 能否被经销商认知 因为让消费者认知 和让经销商认知 其实是两种逻辑 今天你去说服一个客户 买你的东西 跟你去说服一个经销商 买你的东西 这是完全两个逻辑 这两个逻辑都走完了以后 再到一个最后一个阶段 就是你要把所有的东西 重新再做一遍 因为当你都经历完前两个逻辑之后 你一定会发觉 你的体系 这时候是混乱的 因为既有C的影响 又有B的影响 然后你就要开始梳理 这时候要梳理的东西就多了 你的团队的国际化 你渠道的定价管理 你经销商你说服了 他搬照你的零售价 你的MASRP 他不遵循 MAP你不遵循 怎么办 你惩罚他 你在中国 他在美国 他在非洲 你怎么惩罚 怎么监督 你不监督这个品牌权 这个品牌的定价 就被他损坏掉了 你今天在非洲的定价 跟你在美国的定价 是否要协同一致 这就是最后那个阶段 你要去梳理的 因为当你把市场 一个一个啃下来以后 你又把所有的整个盘子 重新在组里面 所以我认为谈品牌 十年起 这一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所以今天 有任何一个人说 我能马上把你 slow这个一下 这个品牌就能做起来 我只能说 这个人比较能干 但是能不能最终干成 这个我不知道 他肯定进这个阶段 比较能干 请不吝点赞 订阅